安波普通话足球快逊 2021年12月5日 拿玻里恶斗阿特兰大 周日凌晨,一甲油场重头戏上演 防守的拿玻里将坐镇主场迎战竞旅阿特兰大 拿玻里近期在联赛中出现失分现象 导致领前优势已经不明显 而且球队下周将面对欧洲联赛的生死战 此番面对攻击力强劲的阿特兰大 拿玻里备受考验 另外,M直播届时将会由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近况和形势 联赛开局相当强势的拿玻里近期开始出现失分的情况 过去四轮联赛只得一胜二合一赴 当中失掉六球的防守是造成球队失分的关键 而后防线支柱之一的卡列度 高列巴尼在上轮联赛因伤被替换落场 金杖宇中场森保安古沙以及前锋玉陀 奥森汉被列入伤病名单中 对拿玻里的后防线来说可谓雪上加霜 原本玉陀 奥森汉的受伤影响到球队攻击线的威力 如今后防线又受到重创 就算34岁的特里斯 梅顿斯近期迎来爆发 但拿玻里若不尽快解决伤病状况 领头羊位置势必要拱手向让 目前一甲争冠集团已经浮出水面 拿玻里 AC米兰 国际米兰 以及阿特兰大已经踏入30分集团 排名第五位的罗马 也只得25分 相距至少2个胜场 而在争冠集团中 阿特兰大作为追赶者 形势十分低调 联赛已经取得4连胜 当中更加击败过昔日霸主祖云达斯 不过阿特兰大与拿玻里一样 下周中的欧关联 球队将迎来与上届欧洲联赛冠军 维拉利尔的生死战 可谓同样有后顾之忧 而且后卫鲁宾 高辛斯和马迪奥 洛华图依旧在伤兵名单中 世界级名帅较量 上季的拿玻里犹如一盘散沙 但球队经济迎来了 史柏尼迪的职教 联赛开局就好似坐上了 火箭班 史柏尼迪维拿玻里带来了传控的踢法 联赛军场控球率达到56.6% 传球成功率达到88.1% 这两项数据都未列一甲第一 史柏尼迪的球队经济联赛主场取得6胜一盒的佳绩 有多达5场保持零锋 军场主场控球率更加超过6成 可见拿玻里主场威力不容小 不过加斯比连尼并非等闲之辈 将阿特兰大这支平平无奇的队伍带到能够征战欧关联 靠的就是以攻带手的战术 此前遭到后防伤病危机的阿特兰大近期迎来比勒 敌战士迪和汉斯 下敌保亚的付出 也暂时缓解了球队后防线的压力 前场杜云沙百达犹如犀牛般的冲击力 极具威胁 加斯比连尼的战术就主打杜云 沙百达这个攻击点 马里奥伯沙利以及路斯兰 马连路夫斯基等攻击手经常能够在此子身边 寻找到入球机会 值得留意的是 阿特兰大与拿玻里刚好相反 他们乃是目前一甲的作客龙 联赛作客6胜意和排名榜首 而加斯比连尼与史百尼迪可谓老对手 两者12次交锋加斯比连尼取得4胜3和5负 两位名帅之间的对赛战绩可谓半斤八两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 你听着的是安波足球快讯 记住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 和赞我们的专页 相关稿 放松 在神山下,大一 Atent,来! Ray子 放松 有点 幸格 大一